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去看他的筹码 就是凯基松山卖掉了 原富买了5000多张 那今天亚航开高以后走低 高低差12个百分点 这是我说的你短空赚到的钱去买长多的股票 这个含义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财富人生的规划 我说我们如果你的目标是用你的工作以外的钱 你还要再去赚钱 你用股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嘛 可是你要找到一个方法 你如果没有方法 你要找到一个能够相信的人 我之前就说有一个即将加入会员 他说他加入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也让他赔 然后加入那个老师 那个老师也让他赔 他现在很怕加入老师 这就是影响到我们这个真实的操作绩效的人 可是没有办法 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 主力也想赚钱 主力如果不想赚钱 主力如果不想赚钱 他首先不会去把亚航所涨停 既然又把他卖下来 然后呢 今天很多的观光股往下跌 因为资金只有一套 进驻在电子上面 观光就往下走 好 这边我都在我的操盘笔记本上面都有写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早上讲的盘前五分钟 好 我们先听一下 我们再来解今天的盘事 好 我们今天会观察亚航 亚航真的是一直在涨停 那今天亚航如果没涨的话 成田跟宝一可能就会有一点回落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 宝一 我觉得还是有往下跌的一个机会 昨天也是开高走低 他的卖下都是蛮沉重的 昨天外资卖了866张 然后旅游类股要看富野 富野昨天直接涨停板 那当然也是 这边也是哥斯充大户买进 这边没卖 就说涨停 最近旅游股非常的强 那今天观察富野 如果富野没涨停 昨天富野第一个涨 就直接开盘就涨停了 海湾是9.02分就涨停了 这都是观察的重点 如果没有涨停的话 如果富野跟海湾都没什么涨 因为第一店他可能就会回落 云品也是哥斯充大户买进 第一店也是哥斯充大户买进 所以云品有可能会有一个开高走低的现象 那如果你要去空 当充空 短空 那就是六幅 因为六幅他本身公司也是第一进来亏损 那他这边也是被拉上来 所以外资卖了1595张 所以今天如果空六幅 他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每天都要去计算这些东西 你要去看筹码 所以我说我的节目 他是一个连续剧 所以我们也看 我们来看一下亚航 我们来验证一下亚航 昨天讲的东西好不好 来亚航今天 今天是非常惨烈 开盘48 昨天被锁涨停的 今天开盘开在最高点回补 然后呢 开始47点多 最后收在42.3 高低差差了12.95% 亚航那看一下他的筹码 昨天我是不是说凯基松山会卖3000多张 3500多张 买超我原本预计是统一或者是凯基台北 结果是原副 他也是格子松大户 买了5293张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原副卖了5200多张 这就是计算 那当然你如果计算到了 你如果看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价值 我晚上研究的成果 这些都是价值 我价值我会在早上盘前5分钟 告诉我的会员 那我会员就可以去操作啦 对不对 我来看一下 亚航 这个叫做制度造成的涨停 与制度造成的跌停 我觉得这些制度 因为美国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我们会有涨停 我们会有涨停锁死 涨停锁死你没有卷 你又要去借卷 然后呢 早上又规定 因为很多的制度会造成超涨或超跌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 他是你们是没有去认真的去学过每一个交易的关键 如果你有学过这些交易的关键 然后呢看着我的盘前5分钟 看着我的熊师战法 你操作会越来越精进 那保一呢 收在最低点 刚讲的那些股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富也如果不强 富也今天不算强 他今天一直他这些涨停锁死 然后开 然后呢之后都一直没有大户 今天没有隔日冲大户去把他锁涨停 他并不强 所以说怎么样不强的时候你要去空的是什么 低点 早上开盘去空 高低差10% 最后收在最低点 云品呢 早上也是开盘开高以后呢 高低差差8% 几乎收在最低点 6伏呢 如果你想要很安稳的 那就是去空6伏 因为这些股票今天他都会出现 因为电子强 电子强资金就会转移到电子上面 这些观光类股今天就会回落 你就可以你如果想要比较稳健 那就空6伏 空6伏 上下幅度也有7% 就是这样子来操作 所以我说你要去找 找到一个你真正能够 帮你规划财富人生的一个人 或者是你能够相信的一个人 那要怎么样相信 就是你要在之前 你要在盘前就先告诉你这个答案 你要在笔记本上面就写到了这个答案 那他才是真正前一天有在做功课的人 如果没有做功课的人 那今天就是追追追追追追 也许你会追到见准 见准今天涨停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见准 见准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讲的 5月17号 有没有这个现行就是见准 我说它是它叫做散热的转机股 为什么它叫做散热的转机股 见准今天是在9.06分 涨停板 所以你基本上你是追不到它的 除非你之前就有买到它 要不然你今天不会去追到见准 见准昨天法说会 它说Q2的毛利率会比Q1还要强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的是 它是为什么它叫做转机股 因为它接到了AI伺服器的大单 所以它去年度在转 工厂要转产线 产品线要改 要为了这个AI伺服器改 所以它的毛利率比较低 所以它去年第一季只有赚0.6 那今年第一季赚了1.1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机股 然后我说我们要顺着趋势做 道法自然 顺着趋势做AI AI伺服器 昨天NVIDIA大涨 好这在我操盘笔记本上面也都有在讲 昨天晚上留了一篇 今天又留了一篇 所以如果你加入我的light 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就说AI应用你要留意 解封你要留意 汽车类的你要留意 还要留意一道光 很多股票你顺着这个趋势去做 你的胜率就会非常的大 那见准它就是改了 产品线改成AI伺服器 所以说它的毛利率会增加 所以你要提前布局 提前布局什么时候你要布局 你要在关键K的时候 你要先去布局 这里 它是不是先涨了一波 先涨一波就是告诉你它转多了 转多了以后回档的第一根K线 5月17号 买进 今天涨停 如果你 你如果今天才去追它 我相信没有人去追 今天所涨停变成 这又是我晚上回去要研究的功课了 我说这叫做连续剧啊 见准晚上回去看有没有隔日冲大户去买它 如果有明天早上又要再去做减码的动作 所以说我不是说我看到一只股票 然后呢就一直这样子疯 没有没头没脑的这样子一组做上去 如果有隔日冲大户买 我们当然蹭高你要先卖 压怀再买 像昨天我就跟大家讲 我昨天发一个讯息 我说我们那个旋萌小飞侠二号 今天如果你之前在低档有加码的 你现在可以做减码 好因为这个涨多了嘛 一定是会有一个回档的一个可能性 好这边都会帮我所有的会员做规划 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见准这边 这K线是不是一样 涨上来一波 然后呢压回来出现的第一个红K 这叫做关键K 那今天呢值奔涨停板 我们会员什么时候买的 5月17号 66.5附近买进2421的见准 为什么 因为见准具有转机 今天是起涨的关键K 转机的原因是什么 伺服器清订单 然后呢 调整产品线 调整完以后 毛利率跟EPS会激增 我们要买到的就是这种 未来会有转机的个股 然后呢又顺应这个趋势的个股 你就很好做 这些股票在我的LINE笔记本上面都有写 你可以先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LINE 如果你是看电视的 可以直接扫描QR Code 如果你用手机看的 就是输入小老鼠WON666 点下去这里 见准啦 长龙行啦 六福吧 雅航吧 很多股票在昨天以前 都先预告在上面了 这叫做预告 你要找到能够 每天有在做功课 能够预告你的老师 不是说 今天看到一只股票 没头没脑的突然涨起来 他去追 然后呢 追了 结果隔天中错 或者是你追了以后 当天就没涨停 那是 那很尴尬了 那就很尴尬了 所以我就说 这叫做 短空赚到的钱 买进长多的股票 这也是顺应目前的趋势 目前的趋势 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 你做股票 你长多一定是会赚钱的 你回到30年前 你30年前 你恨不得你买台积电 你恨不得你有买大力光 你随便买一只红海 你到现在也都大赚 现在的状况跟30年后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美国的债务上限 他又要再调高 他今年调高 他过几年还要再调高 为什么 因为他不断的印钞票 印出来的钞票 大家就会拿去换成股票 你只要手上有钞票的人 到最后你一定都是输家 因为大家每个国家都在印钞票 通货膨胀越来越多 持续的多 所以说股价值会越来越高 好股票值会越涨越多 大家抢着再买股票 所以说你波段多单 你短空 为什么要短空咧 因为我明明就看得懂这个局 我明明就知道这支股票 这个隔通大户他会把它卖下来 你是不是就可以赚到这个价差 你今天赚个几万块 你再多买一张股票 今天短空再多买几张股票 你是不是就财富人生 就很容易的 很容易就可以让你的资产步步往上 旋风小飞侠二号 好我就说会回党 回党要买他 回党要买他 因为他未来的利多很多 所以说现在你要 你要怎么样买他 怎么样加入 你一定要跟我们做联系 加入我这个520的财富人生的优惠专案 见准啊 科学小飞侠啊 还有短空的股票 盘前五分钟 雄师战法 全部都在这一次520的优惠专案里面 所以你要学的是一个整套的 你要规划你的未来的人生 我说你不是规划一年 你不是规划三个月 你是规划十年 你就算是现在先 看了我的盘前五分钟 看了一年 你用雄师战法实战了一年 你明年一定比现在还要强很多 你看到我的节目配合雄师战法 配合筹码面 我觉得你会学到的更多 好 这又是我现在的一个优惠专案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一年你把雄师战法学好 你把筹码面学好 然后呢我还会给你股票 我还会给你资讯 你在从中找到你的财富人生 我们今天休息一下 迎向财富人生 立即来电02-2542-8999 雄师实战队520财富人生优惠专案 跟着温老师掌握财富机会 唯有实战派分析师 才能用实力带大家赚钱 最霸气操作策略 很赚不手软 最干脆的优惠价格 就是要带您迎向财富人生 立即来电02-2542-899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最近原本是台子旗夜盘是跌了100多点 然后盘后NVIDIA是公布了营收 预计未来会很好 也是超过了预期 大涨25%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上面就是 诡诀多变 你要随机应变 所以我们看一下加权指数的部分 加权指数今天利多上涨 今天又放量上涨 最主要是台积电 所以说资金集中在电子股上面 很多的股票大涨 那当然我们的见准也是涨停板 我前几天我就说我看着三副涨停 我看着亚航涨停 我每天都在看着亚航 我就看亚航你到底要怎么走 等到有一天他走不动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往下跌 这都是我在每天在节目上面跟大家预告的 我说你要去找 真的你要去找到一个能够跟你合作 我觉得做人做事 我觉得每个人你都要找到一个能够相信的合作的一个人 可是最近年纪越来越大 大家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 当你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 你又发现 这边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 那边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 很多的斗志被磨掉了 当你的斗志被磨掉了 当你想要再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心了 因为你被前面的很多的事情磨掉了 你的斗志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 你的医生就毁了 你要再试着找到一个你相信的人 你要再试着找到一个你能够再让你 未来你的资产迈向成功的一个方法 你要找到一个合作的人 合作的标的 你才能够让你的资产持续往上 所以你看见准 我说我不羡慕别人 因为我知道我的股票迟早会涨停板嘛 对不对 我就说这个世界上你如果知道道法自然 这些股票你买到的是一个长期持续 持续看好持续未来会成长的一个产业 它迟早有一天它就会涨停板 对不对 你也我们也不知道NVIDIA 它盘后 我知道它今天下 礼拜三收盘要公布财报啊 可是它昨天讲了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昨天的NVIDIA盘中是跌了接近2% 他昨天 黄文勋讲 他说如果 没有中国市场 以后的晶片业会很萧条 那就代表他对于自己的公司 没有信心嘛 所以他盘中跌2% 那盘后公布营收又很好又涨了25%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要知道很多的细节在里面 每天你都要去研究这些 这些每个人讲的话 还有他的一个财报 你才能够做出来很多的股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提早布局见准 5月17号 而且我是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讲 5月17号 这个叫做配合熊师战法 它叫做关键K 股价涨了一段 压回来的第一个红K 叫做关键K 趋势 所以说你不可能 如果你没有人跟你讲说 请你去买见准 你不可能去买见准 外资一直在卖 投信有在买 自营商有在买 可是你看到外资在卖 你就不敢去买了 所以你要去研究嘛 筹码的券商分点 最近20天 外资有没有人在买 有啊 摩根大通啊 摩根士丹利啊 美林啊 这些都是外资 然后呢这边有可能是投信 只要是 没有 后面没有券商分点的 都有可能是投信的单子 那现在呢 是不是就涨停板 你要再提前布局 要不然你今天7分钟之内 你不可能去买它 这一天是关键K 我们买完以后 隔天就跳空开高了 跳空开高横盘 然后呢 昨天尾盘在偷拉 因为要法说会 今天又在涨停板 明天开高 如果有格式充卖押 格式充先开高 上面一点先减码 押回来还可以再加 这就是来回操作 你要去研究 研究到最后透彻 你就会知道这支股票 就跟你养的一样 你能够很容易的 在它的股价中 游刃有余 我们再来看一支 长荣行 是不是也是解封收益股 是不是也是外资卖投信买 这支股票我在这边 就跟大家介绍了 然后呢 是不是又隔天涨 今天持续的在往上供 往上供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毛利率已经变了 所以大家还从以前的观念 就是它的货运 因为长荣、阳明、万海 它们的毛利率一直降 然后呢 之前的长荣行跟华行 为什么会往上涨 是因为它们的客机改成货机 所以说才 然后呢 货运量增加 然后往上涨 现在完全变了嘛 现在变了它的票价调涨了五成 它的毛利率原本从去年的11% 现在变成20% 它的毛利率整个变了 获利的结构变了 你要先看出这个端倪 你就会知道 长荣行就算涨起来 你去追买也是追在哪里 低根啊 这叫做低根 这叫做关键K 这里是转多的一个契机 横盘以后 关键红K 涨上来 这也是我们会员持股 那当然这一支股票 我觉得你一定也要持有 好 它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很长的一个波段要走 好 我真的邀请你来参加这一个 一定要买到这一笔 所以今天新会员加入 我就叫尾盘先买这一支啊 好 这一支我觉得很重要 好很重要 好很重要 而且会员你真的要好好的持有 我就说我们 我们 我的做法 我看的眼光是很长远的 我不是说我看今天这一支涨 我就追 然后明天跌我就出 有些股票是这样子 有些股票是这样子 没错 可是有些股票你是要放长期的 好 有分长 中短 甚至于短空的 你要找到这样子的人 你才能够每一种动作你都会做 还有注意一道光 好 这一道光 我觉得也有机会 这些股票今天也都有在涨 好 这就是我的一个超盘守折 从国际观 我每天真的要看很多东西 我刚刚就讲到了NVIDIA的 董事长讲什么 然后盘后又公布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然后从中找到可以赚钱的股票 不管是多不管是空 通通都要找到 这个是520的财富人生 好 这个财富人生 你要先把熊师站把学好 每天盘前五分钟看 学一整年 学好以后好好的规划你的股票 让你的股票 让你变成一个财富自由的人生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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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